从事软件开发工作 性价比最高 但如何能快速掌握一门技术 字不如表 表不如图 图不如视频 从今往后 我就是你身边的IT教师 学编程其实是一件很苦的事 我的目标是 够全 够心 够精 听高老师 新说PHP 大家好 我是兄弟联的讲师高博峰 大家好 我是妹子 妹子 咱们前面用来指甲课 将P2P的八种数据类型的声明 以及一些简单的使用 跟大家介绍了一下 特别是标亮 咱们重点介绍了一下 对吧 这几个开始 咱们看一下 这些数据类型 有的之间是有关系的 咱们在应用的时候 有的时候需要一些转换的工作 比如说将一种类型强制转成另外一种类型 或者自动转成另外一种类型 是有这样的使用的几率的 转换分两种 一种是强制转换 一种是自动转换 当然了 在别的语言里边很少涉及到类型 怎么的 这种转换 当然了 在P2P里边 这个是一个什么 是一个了解的内容 别的语言 强类型里边 该用什么类型 必须用什么类型 不是类型 必须得转成这个类型才能用 知道吧 那在P2P里边 就不用这么去较真 对吧 所以这部分内容 也可以作为大家一个了解的内容 即可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什么是内型之间的准换 咱们还是用一个程序记录一下 来 我们看一下 叫做数据类型之间的转换 对吧 咱说有两种 一种叫做什么 强 对 强制转换 一种叫做另外一种 是自动转换 用P2P转类型的书很少 但是有这样的功能 强制转换 前面咱们没接触过 对吧 但是既然先转换的话 咱们得先学几个函数 前面记不记得咱们学了一个工具 为大模 对吧 这个 对 能打印出来什么 类型和值 对吧 那我假如说这个只是在调整 给我们用的让我们看的对不对 有类型有值对不对 假如说我就想获取一个数据类型 得到它名称之后 然后去处理 这个有名称有值 不得好办 对不对 所以我们还接触一个工具 还是说 gettyp 里边只要传一个 数据或者是变量 就能够 获取这个变量类型名称字符串 来我们试一下 比如说 wint等于10 看到了吗 一个10 然后我在这块 写一下 echo一个gettyp 传上这个int的电量 我们来获取一下 它的结果是什么 来我们看一下 是不是 就是ntgr 告诉我们是整形 是不是这个名称 那如果我这块 附上 10 点 零 现在会会获取什么 对不对 double 对吧 double float 是不是一样的东西 对吧 还有 r e l r e l 他们都是一个作用 都是 嗯 就是双进度 单兵度的作用 这里边有这么几种类型 咱们用它就能获取内型名称字符串 它和微大不比 是否没大名称值 只要了它的名称 对吧 只要了这个类型的一个名称 那这个跟转换没什么关系 是获取的 对不对 但是跟它有一个对应的 对应的一个什么 一个函数 什么呢 这是过去类型 那就有什么 再的 太 对吧 对 将什么变量 这边将一个变量 变成什么类型 看到了 现在你看 还是id 对不对 现在我们这块 这块加上一个 10 这么多的地方 可以 那我现在这块 再这样 到了福 比较有 赛他 t y p 将 到了福 int 我要它变成 double double 后边需要写什么 类型名称字符串 变成double 那我这块再获取类型 看应该什么类型 看一下 什么类型 是不是double 那如果我这块加上 就能把这类型变成什么 变成字符串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结果 这么字符串 所以呢 我这块只要写什么 类型的名称 就会把它变成什么类型 对吧 那同样 这块如果是一个字符串 一切 对吧 我不写这个的时候 获取类型 应该什么类型 是不是字符串类型 对吧 但是我现在如果用这个能不能把它变成整形了 int intdr这个词形 我直接缩写int行不行 再试一下 是不是也可以 对不对 这种就是强制转换 这个用赛的tip转类型的话 会把这个变量本身的类型给强制转换掉 本身这个类型有什么决定 有存的值决定 对不对 但是呢 我不要它存的值决定 我想它变成类型 那么使用这个 这是第一种 使用赛的tip设计类型 那第二种 可以干嘛呀 第二种 再 什么 变量 怎么的 复使用时 前面 加上 类型 符号 怎么的 转 这个什么意思 也就是这个 现在我得获取类型什么类型 是不是 自乎串类型 因为是外层加双眼号了 对不对 但是我现在把它int 比如说这话 让它变成 自乎串 让它变成 vlog的吧 vlog 或者是double 随便写的t吧 怎么讲 便里面都随便写一下 然后我这块又 side 对 用过了 对吧 对 double 我这么一个 一个复制过程 类型会转吗 我现在如果获取这个d类型 d什么类型 对 是不是跟上面一样了 你看 就是自乎串类型 稍微信一下 没有变化 对不对 但是我在复制的同时 我前边用括号 加上一个类型 比如说int 就能在这个变量 在复给这个变量之前 转成类型之后 复给它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d什么类型了 是不是转成了 那现在我妹子 我问你一件事 你说这个int这个变量 它现在是整形还是动块 对 对 是整形 对 自乎串 和过几个是 iNP 对不对 我们来看一下 妹子说对了 它是什么 自乎串 也就是这两个之间的区别 这种转换的区别在于什么 这个 是 将什么 圆变量 给 转换的区别 转换了 是不是 而这个 是 怎么的 在 复值的时候 复值时 怎么的 给新变量 一个新类型 原变量 类型不变 看到这点了吗 所以知道这俩区别了吧 Sight TIP是原类型发生变化 这个呢 这个没变得 那类型转换呢 还有一个细节 还有第三点 TIP呢 为我们程序呢 常用的类型转换之间呢 不一定发生在标量上 比如说波尔形转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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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波尔形这些 不一定发生这些上面 那还会发生在什么地方呢 比如说数组和对象 对吧 那数组和波尔形 这些都可以转 所有类型之间大部分都是可以转的 对吧 那最常见的类型之间转换 就使用什么 就是在标量之间的类型转换 对吧 那所以呢 它把常用的转换 就分成了这个 把常用的分成了一些函数 比如说 I-N-T-V-L 你看这什么意思呢 都得处理啊 I-N-T-V-L 对 你看 我们 D 我们来 出出一下 是变成整形了 对吧 这种用的也是居多的 将里边 不管什么类型的数据 只要传到这个函数里边 用这个工具 都能将它变成整形 是这个作用 然后 第二个 比如说还有 int float 还有什么 这话如果int flot 不是这 flot flot 是这个写错了 flot 这样的话 不过穿什么类型都会变成float 对吧 还有一个怎样 str vl 那这个想象一下 这三个想象 对 不管穿什么类型都能转成造物串 这个作用和第二个很像 都是将转完之后付给一个新的变 就新的变让类型变了 原变让没变 清楚吧 都是这个作用 这是咱们 强制类型中转变的 一些方法 对吧 好 咱们这节课因为时间的限制 咱们就先了解 这些 对吧 这几个重点就是 类型之间要基础是可以转换的 对吧 转换的 有自动转换 也有强制转换 自动转换的 咱们下一个课介绍 强制转换的 咱们就遇到了 这三种情况的转换 好吧 好 谢谢大家 那这节课咱们就到这里 点几个头 打开 ì 感谢 dire产